字幕提供 欢迎大家收看新的节目 双克香炮 我们今天主持郭博士和徐贾烨先生 徐轻 邓轻 我叫双克香炮 由你开始第一炮 你有什么不平时份有 顾名思义 近期大家最關注的就是ICAC 湯顯明 前專員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我看了這麼多日報紙 當時發現法國中間有很多東西 以一個手掌級來說是完全圍了鬼 遇了鬼 但是整體影響 我有另一個看法 我覺得聯署 尤其這一代新的 就不知道歷史背景 尤其是廠時代怎樣成因 是一個很複雜和非常政治化的機構 慢慢說 怎樣複雜 慢慢說 當年說回70年代的時候 大約72年左右 那時我已經在政府 我聽到人說 政府快要來 那條線就由當時夏頂基走出來 夏頂基是馬力人來的 可不可以做了部證司 又做坐政司又做部證司 就說他當時政府在部署 要搞一個叫超級調查部隊 這是凌駕所有的紀律部隊 一聽見 立即 並繼續以為正好機會 做這些超級調查部隊 特別有潛質 滿足感 事隔兩年 就出現了廉政公署 廉政公署 其實裡面有很多因素 主要的因素就是政治 大家對外部公佈的 但是你再看一看 是非常清楚 因為當時香港被整個警局的 探戶尼蠻蠻控制了 Magic的警察 每一區都有 每一區有一條數上來 那條數不是少的 首市公司賺了這麼多錢 一邊散開 散到頂層 作為一個管治 我們想想 這班人對管治權威有沒有影響 這班人和台灣人有路 如果他們整個串起 一天就反了你 政府一定擔憂 沒有政府會接受這個威脅 部署 其實政府怎會不知道有貪污 自由香港以來 在殖民地就有貪污 中國抵出兩邊飛 做賣板西 做官收戶子 做商的幼額收剪 但是英國人很高 情報他拿著 不動先 到一有風潮潮來 他做事 因為葛伯事件引發了社會的迴響 他就直至上 搞一個研究 推了這件事出去 就叫事事葉建築時 在74年2月出生 出生 三年內 就將整個警察部 30年的貪污 剷平了 那時候我們做到 我一進入二級調查院 真是不見天入 只有上班就不想上班 但很開心 有使命感 當時我職責處理 就是警察部的貪污 整個聯署只有四組人 做警察部 一個八四三十二人 整個警隊 新界香港 所有貪污都處理 哇 辛苦了 每個案子 每個集團 死一個人 真是好像演戲一樣 每個集團 不是跳樓 就是自殺 就是離奇死亡 那時候一做到 已經麻痺了 壓力超大 那都不重要 而且是做到 到了77年 警察很多人受調查 當時有幾百人操去廉務處長 開院 操去聯署 在這個和記大廈 衝上去 打到幾個職員 受傷入床 當時這件事 是全香港震撼 其實英國人從管治來說 全部都中招 一到的時候 他立即劃界 夠了 我們做夠 英國人會遮掩 他知道有機會 用人民的力量 但適當時間 他不想把政府放下 如果這個反貪行為 變成全港化 甚至地區化 變成整體的社會運動 他的政權可能會有危險 所以他適當時候 拉什拿 他都不想反抗太高 反正其實他們英國人的方法 一定有所謂 contingency plan 即是應急的計劃 你當時他要做這些警察 做到一群雞妃 做一些淡漆 我走 警司又拉去坐牢 他會想到下一步會怎樣 他不會偶爾走去做事 看不到那個案外 他一定評估過 這個案件 這個行為 這個行動去到哪裡 適當時候 劃界 公眾有交代 那麼多人走 其實走的時候 一早就遇到他走 他知道所有關係 以至在後路 不會困獸鬥 如果困獸鬥 一定會出事 那裡劃界 那聯署是否百分之一百公義呢 給你一個例子 當時有個楊元龍這個人 這個資料我不是阿四少爺 是我自己的 楊元龍當時就是 馬會的大哥大 可以翻手為運 覆手為雨 大家都知道 你知道馬會是英雙如想 當時很高騰志 進不去 普通人進去那些非權則貴 很多人收到一封法國 以為不對版 做馬 這麼說 幾十隻 最後有人投訴了 當時應該是 聯署和反貪部交接間 當時有一個整個行動 就是一個機制 就是一個叫做 Operation Target Committee 行動目標委員會 這是最高權力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 用Target的一次來用 就是全部軍事的概念 這是政治部的構思 Target了你 就殺了你天腳底 偏僱不留 當時Target的主席 就是夏鼎 夏鼎當時 聽到位置 有人要查楊玄龍 是個朋友 兩個人一起打球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打Tennis 應該是Golf 兩個人走得很迷 沒有玩東西 擺開 不動 後來他來了 另一個鬼路上 有一件楊玄龍的Bank Get the Bastard 扔那個習總 那個意義電話是這樣 後來扔了 就差了大輪 看到英國其實有很多政治 不過香港人看不到 已經接觸不到 是兩個世界 是兩個世界 說回來 後來基達 透過認同這個行動 到了77年 第一個黑色星期五 就是10月28號 而當時總督就攀布 過過不計 那些人不在香港 就繼續追殺 香港那些 77年1月1號之前 就不重了 當時很多人認為 就是貪污這個 所謂的廉政風暴 或者是靜默革命 好 就是 跌了家屋 失了仗 其實政府贏錯了 為什麼 這個問題 劈開了 人 走路就走了 不會繼續圍壞 如果全部流光 全部爆大 政府倒閉 這是肯定的 因為我個人查案 又查了77年 一直滾上去 竟然可以拔到五幾 那些人不投降 上手 上手再上手 政府會害怕 怎麼做呢 燒到幾幾屆前的港道 你不能控制 結果都要畫戒 都要畫戒 看到當時聯署 正應運而生 這個所謂應運而生背景 另外一個機構 其實是很政治化的 它做的事 全是 這個target community 改名了 尤其是 Operation Review Committee 檢討委員會 即是對外公關好聽很多 沒有target target就是追殺 review就是檢討 其實權力始終在那幾個地方 在政府頂層上 這個延續下來 最大問題就是回歸後 一回歸後 天下大月 液頭離開 沒有人知道做什麼 亂搞一頓 搞到回歸後 以二十月 由九四後 實際是第三個週期 現在進入 零四之後 進入第四個週期 第三個週期 完全是混沌路 知不知道做什麼 自把自衛 第四個週期進入 就黑暗時代 痴獄之連 因為那個所謂執行處 的頭 李敏澤 那個人是粗獷 專頑 年輕時候查案 以暴力對待 那些願意的反制 就偷離 搞到他是第一位 被人起訴 官員 他當時透過 前政治部警司 維達利 就介紹一下李敏澤 李敏澤 李敏澤 就是李敏澤 代表他以非常優惠的價值 錢的回報 就幫他打官司 最後就贏了 脫掉了 但是他這件事 很多不積極的成績 我們當時全都知道了 他大難不死 走之後 但性格完全沒有改 過往那十年 接受他離位 所以現在轉到問題 其實不關這兩位先生 即是瓜冠祿和王世智的事 他們只是拿了個爛貪子 我們現在要注意的 不是單一是湯顯明的老師 是廉署我們香港人的一個 一個很有名的 非升國際的一個組織 一個品牌 國內的人非常嚮往廉署 有機會 以一土為快 走下去見下 那些官員想去一天 齊天大勝造子一天 但是我們自己就搞得團造 這件事實際是倍不成分 我過往這幾個禮拜 即是這兩個月來 就是曾經幫助市民 帶他們上去報案 即是投訴 案子當然不能說 但是以我個人的經驗 那些案子應該很輕易 起碼在警方拉到過 最低消費 以我們的經驗可以看到 但是見到那些職員之後回來 是對付那些市民對我反而 為何不住這樣 那些人坊塞塞 跟電視台的廣告 是完全兩回事的 那為何一個有四十年之後 經驗裡面會爛成這樣 那些伙計完全不肯握 你找來找領導找不到 找組長找不到 不見你 出出來的都是同志軍 即是你能夠說 下面變了沒有主帖 沒有承擔的人 而裡面還有一堆 就是什麼 是躲在那裡沉底 不見外面 在文默在筆默上做假證公 做漏事 就躲在所謂的制度裡面 不好投 這些是香港很危險的事 所以再這樣長此來去 一定出問題 在對往的十年之中 出現了什麼事呢 最大案件是林炳昌 李炳昌躺了身去追上林炳昌 因為他覺得他是廉署黑星 逐逐搞了六年 坐了幾個月牢 最後終身停泊沒有案 從頭到尾都沒有案 是逐出來的 因為我們是行家 我們的體制 我們都騙人 那裡第一 在林炳昌的過程 他們曾經在2004年7月24日 發生了廉署思想 第二個黑色星期五 就是找七間部門 破壞新聞自由 打擊傳媒的運作能力 這真是全世界嘩然 連外國機構都表態覺得是太過份 而這案最後是沒有案 沒有人出來講我的負責 最差的是另外有四個調查員 在兩頁案中分別 被人捉到發假誓 以及波隆天王案中 三個是造假證 是在口供上造假證 導致聯署歷史上第三拍色星 即是2010年11月19日 也是星期五 聯署死了三拍色星 那天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50個參員去為聯署 抓人 其實這包含得真是錯 執法部隊聯署新的總部抓人 抓上去釘外 可不可以坐牢 這些是否職員的錯 其實是兵省所說的 它裏面的造案文化 其實是在九幾年代 已經開始見到這些跡象 我曾經在磚欄死了很多次 我說這些死亡文化 你蓋著它是臭的 你不簽我你不行 結果20年後 他誣人害人到時 因此循環回到自己那裏 這些火器受監 這件事很可憐 還有很多流失和走的 是因為受不住的工壓力 因為機構封閉 那些老闆就大了 側邊的同僚看到 博士升官發財 錯過真幫忙不理 有表揚的性 走出那天 他做事看得很適合人 隔壁面子看的 好的 不要教我了 我走了不做了 所以流失去編谷 第二套就是 現在就未晚 則份量 但是年輕人 犧牲了幾乎青春 入了這樣的賊鬥 很慘的 到位於年 我們也要想一下 他們為這些年輕人 下一步如何 機構這麼難 還能否代表香港 履行他縮探窗業局的責任 這是很值得我們反思 不是湯顯明的那個事 是整個聯署的工 和十年來那個 過程造成的後遺症 哪個負責 哪個出來解釋 你講了這段歷史 就是說 他由一個年代開始 因為人的關係 變成了管理文化不同 所以影響了出來 這有個背景 我問你一點點問題 你剛才所講的楊維隆岸 為什麼後面不料料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又是他和夏定基的關係 是分不開的 不是一個人 他還有後面的口會制度 因為他燒了很多人 不夠不行 燒了很多人 我記得好像是尤德 說你把大事發燒 這樣就靚了 他也是 黏了我一個朋友的 那件事 他的檔案查一下 過去也有份拿貼士 所以他死了百多人 但是他英國人很聰明 馬上哄 適可而止 另外一件事 你記得他們落過特社令 你說警察部 不落特社令 我又問你一件事 落特社令 要不要三間半夜落 那麼急 當時警察部 醞釀大罷工 是很急的 很急的 是晚上五八點鐘落 沒錯 你很記憶我記得 第二招落不行嗎 我們還在手包 第二招落不行嗎 這個我會掌握 為什麼他要這麼急 要去特社令 事態很急 當時也是很危急 政府有點害怕 當時都是 達到指標 他就收兵 你會收兵 我明天早就可以 當時可能有更急 他睡了 明天早上 有更急 吃完早餐 叫新民署來 讀人出來 但當晚是很急 很急 很急 當時我們做調查員的組長 當時太高層的事 接觸不到 當時太高層的事 他這樣做 當年有個部門 通知了市場 說你們明天 不要殺人強姦 除了之外 你們什麼都可以做 我們罷工 大罷工 我的兄弟 黑鬼就帶隊 帶隊去搞連政大風暴 就粗上去和基大廈 帶隊後 黑鬼就變成 永遠都不能去英國 他 到現在都不能去英國 說他在半國 那時候他做C9 是 如果反黑大幫 當然會帶隊 帶隊去搞連政大風暴 很多人的事 他因爲他放了消息 在市場 你知以前那些 警察和很多股客人買堆 叫他明天做世界 就讓中方知道 中方很多情報在這裏 給了一個照會英國外交部 如果你24小時 他不平息 你不懂 買解放棍 所以這麼快 那黨人 立刻收屁 被英國罵到混蛋 我叫他人家搞 人家搞得這麼大餐 所以他立刻要漏夜出來 去宣佈特赦 因爲他過來就不能搞 一定要他立刻宣佈 那件事 我記憶中 我記憶中 你為什麼不太緊張 那些工業銀行 其實分幾期 早個禮拜他就不抄牌 全部不抄牌 全部不抄牌 衝刷牌到家 遲了一步 最激的就是博士博 那些人不出來 我們什麼都不拘捕了 搞得有一份秘密 照給英國外交部 你20小時平息 你不平息 我簡往軍艦進來 當時很緊張 所以他英國外交部 立刻要給香港港獨 立刻要搞定 所以他漏夜都要出來 宣佈特赦令 你特赦令 立刻要呼籲政策 我自己有一個背景 我外人 記得過你 記得過你 好厲害 你記得多清楚 我當然知道 印象中我記得工業行動 分幾期 第二件 如果楊玄龍 楊玄龍 他那件案子 是有一個人很聰明 有一個聰明 有一個聰明 就交回 以前有一個政治顧問在香港 英國裏 你一直這樣燒到來 是不行的 我跟他蛇背他 給了一份意見 他們英國裏接受了 接受了 將這件案子平息了 我蓋了 蓋了 但是也有人落落 他姓彭 有幾個騎仔落落的 其他就是宣訴 宣訴 宣訴 這件事不停息 另外到後期 你講一下鑽營 他在ICC有一個時間 就是黑暗時間 他為了他維持部門的經費 和他要拿到他們的資源 和拿到他們的公職 有一個時間亂參加 有人上鑽營 但是很多人不能打下來 不夠搭配送上去 那你送過人上鑽營 用什麼 但是他沒有想到 你英國人在法律制度 你的council把關 就說不用被人無端端 送了上法庭 在那個未開審時間 你斷了六親 朋友都不敢玩你的 你消了ICC的案子 最慘做生意 那你對他來說 那個不公道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他製造了這些冤架錯案出來 就是後來的輿論反彈 他幾件事輸了 那他就放軟了手腳 所以他英國的制度 會完善 就說 你不要踢個球去council 我拉個人回來 扔上法庭 所以他設了一個律政司 我們律政司也是打關的 但後來的律政司是無能的 不理你了 肺炎什麼非 無靈 我那天就擲充去上法庭 讓你從老爺批 水準是差的 所以在那時 他就促使了 ICC濫用了這個情勁 跳過了council 他的權力大 這裏有些內幕 因為以前有律政官員 直接在列國上班 直接搞得 關係基礎也好 效率高 但別人認為外官不好 不可以太接近 應該保持分額 所以後來就改制 官員就回到政府 但幾年前出現一件好不有趣的事 什麼事呢 就是聯署一位女職員 差不多最高級的 我想是 就被雜誌拍到他 上酒店訪 回一個律政官員 表面無事 當然她的女士當時 是扮私 扮便屋 扮便業 但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官員 是負責聯署Case的 即是她 即是她 她說高就高 她說放就放 原來你們兩個 是真是有私人關係的感情 即是說 無所欣然 我們沒有聽到 水聲 拍出來 上了報 當時的事很尷尬 為什麼呢 你進去做什麼事 寫報告 也是研究案情 但我看深一層 我覺得無論是 有沒有私人感情 都一回事 是對於香港市民的公道 我寫信給王仁樂 我問到底這個女職員 是為香港打工嗎 因為為美國FBI打工 因為她騙了美國分 沒有多久 是美國受訓的FBI 我說這個女職員 到底她是香港的資產呢 因為她跟女職員做事 到底她控制律建署 因為她是政治控制的 無論是哪個版本 都是不公道 都是不公道 但王仁龍 當時對部門掌握有限 他也是純粹因政治關係錯的位 胡哩胡吐踏 我算數 就搭了等於無搭 即是她在做工作而已 但這件事非常害悔 最近這一段時間的事 FBI要這個女職員 再去受訓 為何這麼嚴重 誰不可以 官方不讓她再去 不讓她再去之外 香港政府說 你如果堅持要她去 我們就終止這個訓練計劃 可不可以對方腳軟 就算了 你派別人來我都搜 美國為何要這樣 入片 純明是入片 行家看就知道 插了別人 這些很危險 長線來說 對香港市民 有沒有利益 你可以怎樣看 那是很久的事 很多人都不知道 從七十年代 美國人已經買了那個中電 又是 買了中環電力 他們很久的 英國和美國合作很久的 英國人到決定撤退 七十年代所決定撤退 那麽就打起了那些地產發展 尖東 那些一早就有部署的 那些開放的銀行被人借錢 托高一些地價 托高那些英資的公司 那些股票都升了 不是在外國收購這樣走錢 這個是他們政治的部署 這個是沒有壞的 就是你擺盤棋在那裡抓 那你中國政府不給人抓 那沒辦法 用到復書 擺盤棋在那裡抓 一是紅一是黑 你任幾柬都輸的 你差不全 不是 你在政治上的角力 你中方不夠英國人來的 當然 就是我們小孩子廟街抓棋 紅黑任柬 怎樣抓都輸 你要哪一邊都死的 你要哪一邊都死 你就在廟街抓棋就知道了 那這個就很正常的 你不到就服侍了 你的奇藝是私人一場 那到他後期 他的ICVC換了那麼多個人 我們一看他換了一些女將 我就覺得很糟糕了 最早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關負英 關負英 是不是 然後又整個什麼 羅范超負英做過 不自授 兩個都不自授 我們不是說歧視男女平等 那你弄一些雞丫題文化實死 那你聽過雞丫題嗎 沒有想解 雞公題 那有 你聽過雞丫題嗎 因為逢於這些女士 她有女士的長篇面 但是有些女士她坐在這樣的位置 因為她那個謹性作用 就很想搞一堆文化 有很多搞親疏有別的 變成就不公道 關培英任內就搞了一個計劃出來 叫做主動出動 放了職員出來 到處吸收 吸收到他們去哄人犯罪 犯罪之後就成之刑罪 那些就叫做人造衛星 你自己是做個案 你為了做個案 去支持你那個部門 有存在的價值 這個又是危險的 對 很危險 是不是 好了 但到現在 你說這些歷史出來 那個目的是為甚麼呢 現時對著這個聯署 慢慢來 你剛才說 會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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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能夠做什麼呢 要怎樣慢一點呢 我的計劃就是 前專員火燒西南美 都不知道怎麼下台 再燒下去可能有別人燒到 但我看整件事 應該出來解釋 聯署為何最後這十年 烏煙像是職員搞到坐牢 搞到冤獄 還要搞到兩個黑色星期 沒有人出這些解話 好像與他無關 我們講文澤 你最好掌陀的人 當時就是李敏澤出來 大家辯論 討論 研究 看看怎樣向前走 如果他不出來 就麻煩你收拾回英國 他從哪裡來的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他與英國關係非常深 他在這裡搞成這樣 我相信不是英國也不想搞得那麼醜 是他個人的性格問題 但慘了 這個機構都破壞了 香港40年的投資都破壞了 不會的 被五塊破壞的 很可憐 很可憐的 又不跟別人說 那裡慘了 我講個真故事給你聽 我當時做助理署長 有個夥記 我經常見到他 沒有死的老爸 不要說名字 這個人叫做R 有一天我忍不住 我跟他爭競爭幾級 他是其中一組裡面的題材 我問R 你有甚麼事 為何他經常都皺了眉頭 我看你好像很辛苦 剛才是過肩體文件 他說你不知道 我玩完了 你差不多到時候升級 我打算敲門上一級 他說不是 我死定了 我說為何 他說 其實我們那一組 被人內部調查了 因為那個頭 偷爺撻了我回英國 沒有人知道 回英國 回英國之後 我們一群都敲門彈 沒有了錢套 他說沒有理由 應該總有結尾 不關你的事 我馬上去最頂端爭 問他 沒有了 那件事 那個人嚇到想死 其實那個刺激 早已被掩蓋了快爐 我馬上去調整這些文件 第一 叫他進來 告訴他 你那個人沒事 不要自己嚇死自己 後來很久 他整個人都寬容了 就升級了 看到這些事情 其實你做管理長 那些年輕人 看事未必一樣 回去把那些壓力 帶給家人 很慘 現在裡面 我絕對相信 裡面有很多職員 痛不欲生 沒有辦法 你上去就拆船 有辦法 他有很多自己個人問題 有很多人 如果你聰明 過人問題 沒有時間就離開 過人問題 過人問題 這些很多是他自己的過人問題 另外就是 你剛才說前任那個湯顯明 湯顯明 今天看報紙 東方報 整版 列了那些 怎樣洗錢法 怎樣買豬 怎樣買那些餅 我覺得豬挺搞笑的 你怎樣看 我前面一個看 絕對是錯了 但是你如果那個職員 是幾百萬 生物餅都說錯了 幾百萬年生物養 他有些單調調 張單差 那些是幾乎錯的 可以 甚至乎起碎 起碼幾乎 但我昨天看 NOWGP都說 作為一個 一年薪幾百萬的職員 一定有個福度給他 所謂上潛權 他拿著去做 因為他做的事 都是為公司做的目標 但是當然 你說他在搞一個 籌借宴給大陸的官員 帶著女朋友 當然不可以接受 那些沒有市民會接受 但是整件事反映到 就是失控的目標 為什麼失控呢 他上面是曾蔭英權 可能曾蔭英權和他的關係過敏 變成為首欲為 這可能有理由 總之現時燒到這樣 老百姓一面倒 市民一面倒 一定不會認同他所做的事 其實我關心的 不是一個唐靖明 唐靖明一個人 反轉就不存在 就是第二件案 最重要的是 現在裡面那幾百個 執行處裡面 如何處理日後日子 如何再拿回公信 我個人的看法 因為整份東方日報 整了整版 列了整張清單出來 大小無謂的 企城二十幾 二十幾 四十幾 四十幾 三十幾 三十幾 總數是四十幾萬 這個部門首長 用交際用籌費 送小禮物交換 四十幾萬 是很濕碎的 是不是 而且那些所謂的 官方溝通 如果你想清楚 ICC的地位 人家來取經 你還能多少 搞錯了一件事 沒有講清楚 所以報紙登這些事 是有些主言視線的 不是說他花了四十幾萬 的問題 而是說你每次出去應酬 每個月都去這麼多出外 每一次三分結隊 帶這麼多人 那裏才是大謊 那裏有幾百萬 你拿著你的職員到處去 那裏考察 那裏考察到什麼差事回來 抓了多少人 你香港 作為世界這麼知名度 那一級的防止貪污機構 你去哪些國家取經 他來你香港取經就對了 是 為何你會去那個取經 你去非洲取什麼經 取到什麼防止貪污 好過你的經 回到大陸取經 其實不用出去 他坐在這裏就夠了 不是 他這些就說這個人 就是考納名目 找些藉口就當是油膚 不差勢做事 尺盡工 尺盡 就不是在那個送禮物 交流那裏 那裏那裏 那裏真是失碎 那裏真是失碎 這件事就說他 他跟上他還做些大陸文化引來香港 這個就是最壞的 他們不明白 你一個敏感的部門 那裏一言一行 是代表一個部門的形象 所以他這裏就關乎你的特首 你委任這個人 你又不給原索存他 大家就當兄弟頒為屈禮 賠償給曾蔭權那個人就打歌符 那你就很醜怪 你無消遣這件事 還有延期說他要等待曾蔭權兩個一起 延期到 你是不是夫妻檔那麼緊張 呼唱呼嘴 做公恩 哪個事件上落一樣 沒有分別的 但你說現在搞到這麼坎坷的局面出來 現在現任這個 他有什麼魄力可以糾正 老實說他自己張法都大量 說錯話 初初問他 他說未成為吃飯 後來發現他吃過 因為他搭得太急 沒有回去提供功課 實際上 功課一定很忙 大家知道 尤其是這麼多中國的跨境交易 變成他顯示了受了很大壓力 那麼他對部門掌握夠不夠呢 我不敢說 但我感覺所有的村員對部門掌握都不是太夠 因為他的設計是這樣 將村員踢開做神主派 而真的做事 扎生殺權就是執行處 有什麼 執行說 執行師 首長不可以跟中聯辦來往 當然沒有 當然沒有 工作需要 對 但他現在整個 有什麼錯呢 其實沒有錯 但那些政治潮流 現在走的那些人 就欺負 沒有錯 你說他在哪裏錯 沒有錯 你說他吃得多 喝得多可能錯 不是你說在哪裏錯 交往互錯 交往你中國那麽多省師 每個人都想取傾 下來就不可以離敲門 一定是中聯辦 那些中聯辦 幫他拉斯 如果不就全部湧下來 你都嫁不見那麼多人 你香港這麼小 整個中國那麼大 那你又想把信息帶入中國 幫中國反貪建潮 那你不可以拉閘 怎樣拉閘 那如果你說他沒有錯 被人罵他 那他需要什麼 蠢 不是蠢 他們怎麽要蠢 蠢都找不到那個位 一件事 他們覺得他蠢鬼祟 蠢鬼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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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的飲法 就是說你每一個行為 你是作為一個部門手上 那麼敏感 我要見中聯辦 為什麼事件 我就銜性照會 沒有事 約他來 試試 開了 喝咖啡 吃餅仔 那就沒事了 一兩個傳媒的東西 一些秘密的東西 你應該不可以有秘密 除了你有秘密 你變成了光舌外政 即是我可以公開討論什麼事情 開傳媒例 正式和大陸高劍 正式開播是我九一年的時候教的 我們去廣州 他又學了這些大陸文化 搞鬼祟事 我考了一件事 防止做ICAC 做很差 請問問貪污問題 請問 共產黨員貪污的特色是怎樣的 這件事要社會輸 不用輸 你說大家做官貪污 我說共產黨做國務又貪污 你做英國官友又貪污 全世界都有貪污 那我問你 特色 特色 國安部貪污的特色是怎樣的 不出聲 代代平安 很多都代代平安 在美國也是 特色是怎樣的 其實 一套鄉村一套迷 不不不 香港警察部和消防都不一樣 不不 現在你香港回歸之後怎樣死 就是你做官的人 包括你香港市民 你面對中國大陸一個執政黨 是一黨專政的共產黨執政 所以所有共產黨員 逢是官都是共產黨員 百分之九十幾 就算他有些民主黨派 志工黨派 九三學社 中英文文 那些又是做官 其他兩個身份 他都是共產黨員 沒錯 你面對大陸的官員 如果你不知道他的特性 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不知道他的行為的作風是怎樣的 那你怎樣可以交手呢 大家猜 你這麼老練的貪污前輩 這又要認真考功夫 要了解他 特色是怎樣的 共產黨員貪污 特色不收入輪幣 不是 他的特色 他的作風是怎樣的 和共產黨員貪污 其實有些個別情況是不同的 共產黨員幹部 貪污就不同 大家這樣外面人想的 現在你看報紙 什麼時候抓到幾個官 貪了多少錢 有條女兒 又拆了多少錢出來 那些是很正常的貪污行為 共產黨員貪污特色是不能拘捕的 不能拘捕的 為什麼 不能拘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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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好像很簡單 徐家傑 我在一個城市 我做市委書記 來做市長 我們貪污怎樣貪污呢 在農村製造小屋 沒有裝修的 外面沒有裝修 掛個招牌 條理龍毛藍花系 不夠爽 到時我們進去吃飯開會 那就是我和你 所有我市委書記 我黨部的部門 一兩把手 有大小身份的 就能走進去吃飯 你代表市政府 你市政府下面那些 單位 聽局級的官員 有一批進來的 放棄為台 有人供應酒水 美女什麼差都有的 裡面很堂安 因為呢 是吃阿公的 那個人沒有錢 放到袋子 那怎樣拘捕呢 即是這樣 這些 他們的特色 就是沒得拘捕的 個個有份 所以那些貪污 拘捕的不當是貪污 另外那些是前規則 我前規則 你做到省長級以上 比如你是省長級 在中國最窮一個省 如果你每年收五百萬人民幣的話 就清官來了 也是摩拉的 也是摩拉的 就是最難的那個省 最差的那個省 你做省長 你都會有不少過五百萬的 人民幣 幾年前就四百萬 你不超過這個數字 為什麼不超過呢 它這個就是清朝流下來的 標準 不是它那個行為 它清朝做官 是國民黨做官 一直漏下來的 所以這個中國文化很古怪 如果你不瞭解 你們很難交手的 它那個叫做捷徑 每逢過節 有份禮的 下面的官員 意思意思 大家一直有份禮 那你一路 最窮的省 下面都有那麼多個市長 那麼多個什麼部長 你就收了一些利是 坐在那裡 叫捷徑 都最不少過 多不幫百萬 就說你是合法的 不能捷徑 就是每個人都有的 那個叫前規則 算清官的了 清官 那個是清官來的 不能捉的 亦都不能捉 有個行家講的說話 國內的官員跟我說 他說當你被人查的時候 就顯示你失勢 是的 不能捉 是天使失勢 其他什麼都搞的 即是如果有人照你了 打下水就搞了 好了 最差的是我一個朋友 那個老爸 他在某一個省 做了一個省戶的 他不是一把手 而是三把手 他是等到本經濟 他就聰明了 有人會聽到我的話 有時候跟我吃飯喝茶 他真的還學到很多東西 天時水月 那個人不教冷氣 為什麼 整把三十年前的那個人不教 那個人不教 那個什麼叫做 他的中靈 他說人民幣不知何時會花 他三十年前 慢慢買黃金 是不是那些金錢 升得多厲害 這個就聽得外野說多了 他不是那些糧水 就是那些人拿來換的 那時候他們最初開放 說運車拿批紋 運成搞批紋 賺不賺錢 他搞批紋 他有天價 你給了多少輛車 他就給了錢 以前在海南 有個省長都是運車 運到很厲害 有個人運車運到過 鄧小平一棟 在海南島 那時候 那個雷雨做省長 哪差過 我記樣中 在佛山混過的那個人 他怎樣運車 走私的車 那些戰艦走私車 大哥 最早期那些所謂 那些軍艦 走私私車 我說被海關咬到 不是 有中央指示 是OK的 他說什麼 鄧小平一棟運 打電話上去 拿個指示 你聽著 關南網不可以運氣車 鄧小平一棟運 夢茶茶 那是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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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私車 可以嗎 立即收 收爹 那是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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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最早期的 翻版碟 是西方 學理會的電影 最大的運輸和分發商 就是 朱鵬軍 當然 他們都揹上牌子 你不是軍部不能做的 他做的 很大群目 做的 國家批押 給他 我有個朋友 因為我不鬥這些 一逢是這些 不清不楚的錢 無厘頭的錢 我就鬥又不鬥 你給我又不要 什麼餐都不要 你打開時 我做駐港領事 千萬元 二百萬美金 我都不做 我都被來戰部長罵 那些人 走了批貨 被海關扣了 他說 你不要動 我打個電話 他給他打個電話 他說 我給五千元 你給我打個電話 跟海關說 海關跟他看著他 他當然收了五千元 打個電話 不會死的 只是打個電話 一人打個電話 收了五千元 他打完 打完不久 海關的主人 有電話到 接著有人到 接著有輛車到 今晚你們幾多人當席 今晚我們海關有十五個人當席 全叫來 十五個人叫來 是沒有其他人當席 這兩個貨櫃是你們抓到今晚 市主在這裏 如果明天有人知道 有這兩個貨櫃的消息在市場流通 你們全部要隔職 國家的秘密任務 什麼事說你都不能說 沒有發生過 沒有發生過 快點拿走 快點斜貨 快點飛殘 你們都要錶賣 不行 因為中國是一個權力世界 你們那邊人不知道 是一個權力世界 有些特別部門是很大權力 是你們知道的 這兩個貨櫃的東西 千萬不要開 你知道也會死 如果明天有人收到封 說有兩個貨櫃的東西 經過 那些貨櫃都死 拿都拿不撤 還要送他走 大佬 那些權力可以運用到這樣 中國是很恐怖的 很突然的 所以香港這些是小儀科 大佬 我們說回頭 既然香港 學你徐先生說 幾十年的經驗 是在香港人的心目中 或者在亞洲 在世界上 街市市 有這樣的江湖地位 是代表一個青年的代表 但今天我們要冷靜看 你將報紙埋錄不幼細 有很多資料不齊全 不是普通人 找得到出來的資料 這把機行動 現在大家看到 一定不齊全 是不是 不是普通人 知道這麼詳細的資料 還有他們 你覺得是有步驟的 今天說一些 明天說一些 明天說 今天又出了整版 冬機 我又覺得 這個湯先生 他是蠢的 因為 通常的人 喝酒 這麼喜歡 這把機器流流交際 這些是很悠悠的人物 不是人才 但是最後 是不是 如果真的人才 就不會犯這種錯 不會犯這種錯 好嗎 好 等一下下一次 繼續 休息一會 好了 第二節繼續 我問 你說 剛才 香港 廉政公署幾十年的機業 你怕他影響了形象 這個不用擔心 人有人運 地有地運 社會有社會的運 這個層次 你看得透明 是啊 社會有社會的運 但是都要靠這個 香港始終就是 中央政府回歸了之後 香港的命運 都是在一個國家下面影響 拆開 拆開 所以那些人 你說一國兩制 很多人就有個錯誤觀念 你香港本身沒有辦法 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 今天我在兩點鐘 1點55分 我走到金馬輪道 匯豐銀行門口 十幾二十人 工聯會 地震籌款 十幾人 但是那些年輕人 挺好相的 他們走過來 先生 籌款 我看 我排在工聯會 我馬上拿出來 我說我嚇壞了 數 最小的都是五個水 剛才說數字 又沒有一百元錢 難道你泡 我一定給 誰泡就泡了五個水 一定要支持 不 不 你不可以說 工聯會的議員 就說工聯會的議員 但工聯會有些議員 都有水平 有些個個都會 但是工聯會的年輕人 出來籌款 為地震 為安亞地震籌款 是正能量 這個應該要做 那女生很開心 她想不到 通常都是二十元 一百元 你為何負責這麼夠 其實那個 最小的最多五百 那錢包拿出來 通常回去說 稍後再給 這樣就不衰 我們一定會給的 我整個 我告訴那些老闆 那邊有人籌付 那女生給錢 不知道她沒有給 沒什麼事 這是開心的錢 那小朋友多開心 那個小女兒 很開心 她很開心 起碼有人支持 所以這個是好事 我們都要除完的 好了 這個除完的故事 就說 李徐先生 既然間這麼熟 那些消息 發生了什麼問題 我們要有破 有立先的故 那位人都認識的 那差二五點 你先 好了 你有時間 麻煩你弄一份 小小的建議書 應該透過某些渠道 我相信梁振英先生 現在想做事 很多網友問我 郭先生 你很差小罵梁振英 黃帝 你說好不好 黃帝沒有好人 是否林人 他姓黃帝 他走位好 政制度錯誤不好 所以他共產黨是老陳的 現在常常 楊振英頭赤 就說他認受性不夠 就是一個小卷主事 舉選出來 你誰想死的 所以共產黨 有一件事他沒有做的 他首先要做一件事 是對中國好的 你打了個天下幾十年 如果我做習近平 或者你做習近平 現在經常被人說 你獨裁 一黨專政 什麼什麼 說世界上都評論你 說你在一個不民主的地方 你做習近平 一件事 最重要你要做的 你想不到 他現在正在做清黨 沒有差用 他們是清黨 但我差用 你起碼 沒有垃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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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養雞 清不清你都消不了 又沒有車道 那你起碼想想 百億幾個農民 最需要幫助 農民很難救 夠散都夠不夠 不是我八億幾個農民 我理差是清不清黨 好了 你說習近平 他都想到 因為那時候我三年前開始在中國 我經常叫中國政府 你做一個求證 你用你的憲法去本治國家 希望我們下一代的中國人 在憲法保護下 生活得更加幸福 更加尊嚴 是我幾年前說這件事 有他現在開始說 依憲治國 但其實都未夠力 他這個要做 但在國際舞台 他這件事一定要做 要收險 不是 你不收險 不是 你猜一下 很多事情猜 沒有 你猜不到 習近平要做一件事 這是什麼呢 全中國大陸公投 我們公投的主題是什麼呢 同不同意維持一黨專政的制度 二十年不變 好了 如果出來結果是不同意 共產黨搞公投 你的法是不動的 這樣做的時候是假的 不是 我不動 我就算真是公投 在中國 到現在都很多人 專經毛澤東 八億多 六萬 他真的有飯吃 也很多人 你很簡單想想 八千萬黨員 七千多萬個共青團 即是有七百千萬億多個家庭 因為我家庭 計算了兩夫妻 六七億 八千萬 六七億 八千萬 是不是夠了 你什麼都用 你拿來黨 夠了 整個公投 就說 這個是我們中國人 他選擇一黨專政的命運 即是給自己一個法定基礎 有人背了書 對不對 那你全世界那些什麼差的政治 米叉霸我 獨拳馬性 是中國人自己選擇的命運 很清晰的 他應該要做的 這些我們是自己想出來的 看著整個棲局 西市棲局局局局長 他沒有想過 他要做這件事 我說做完之後 好了 然後你就很簡單 譬如說 現在你那個真普選特首 你就是由他選 選錯了 不合身水 你還可以引用基本法 我不是任這個人選過 香港人不接受 因為我是拿著那個牌章來打 你就不用整股做怪 古靈精怪人家產 又賺那個賊賊的那些柴仔 歪群結隊在那裡吵架 就由他們中國人選 大方天龍 他現在變了不是驚人自講 怕人自講 只有怕才講 他這個怕就是他下面的土共製造出來 讓老闆怕 說不行的 你弄這件事出來 勾結外國勢力又怎樣又怎樣 你現在不需要聽這件事了 你這麼怕你就送 你就交到一個香港 沒有給台灣托管 這麼差驚 他就沒有鄧小平那些智慧 所以當年鄧小平夠膽拍板 一國兩制 他很聰明的 五十年不變 他就是說你回歸後二三十歲的人 五十年不變你都死差了 七十幾歲在那裡派人下來 到時第二代那些人 第二三代全部都是國內的人 現在差不多大國人 是嗎 他的政策是很厲害的 他是用過拿你的時間 跟你鬥長命 但他們就想不到 他養的那群馬仔 就這麼不堪 正當了 那些水平 就是很厲害的 最簡單 英國人在那裡的時候 我們沒有民主 沒有自由 沒有罵得港督 推出自己的兒子去公樓 公大學生 子女去讀書 每個人都很開心 下一代想著 何時到學上樓呢 或是坐夠錢 結婚取老婆公樓 現在什麼都有 孩子的iPhone 有背景的 不是有背景的 我都不開心 有背景的 你想想 當年的香港人 一不望神舟 每個月都媽媽 要擔東西上去給親戚 說我們在香港 可以蹲 是很開心的 很幸運 是不是很幸運 埋街點 在戲院 掙到錢 英國人政府 都給你在那裡 賣檔報紙 街邊 你都養妻戀儀 開樓梯 低視多一檔 又養妻戀儀 在戲院門口 剪牛閘 一賣老美 又可以賺 一千幾百元 烏魷魚都可以生存 開檔拆鞋 都可以混 現在你有嗎 深水波擺盤 賣鞠魚 賣什麼都要 兩個單位公樓 這是現實最真 所以你香港 回歸死 就是這班食環市 這班人家產 還有你真飲團 你沒有跟香港人想過 他們說喝香港 水大 沒有喝尿 這班人家產 香港的環境 你最了解 你可以流到銅鞠灣 尖沙咀 旺旺旅遊多的地方 就不要搞了 你橫頭橫尾 半塘 深水 寶 牛頭哥 張君澳 那些環頭橫尾 那些市鎮仔 有差 他通街擺 通街賣 他會撿山 大佬 幾十個房間 生存 你有空間給他生存 很悲的香港人 你逼了 開了這些大財團 吃到盡 書籍市場 7-11 家庫 家庫 原廁紙 要買叉賣 你寫得怎樣 這樣就死 這樣死 好了 我問問你 現在你說 你 那些人找回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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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個 這個 這 這個 不要 是 發 很 力 要 他們 應該 做 為什麼 共產黨 會問你一個常識的人 為什麼他們經常說要革命革命呢 自保嗎 不是 一個生存之道 任何社會 革命的行動可以令到社會長生 長春 如果你一旦就有瘀血 但是政府很怕說革命 他們不知道革命的精神在哪裏 正面 其實革命有大有小 革命你不一定是拿人命的 你說把我的事物革命 但是他用口號就弄得衰 你不停的革命就是把你不停的事物創新 才有一個 這是一個正面的情形 才有一個正面的情形 才有一個清洗的 但是你怎麼能利用這個力量 但是現在你中國人的社會 就利用這種口號的力量 就在一個權力的鬥爭那裏死 是嗎 是嗎 我們最重要的是我們佛學最厲害的 自我革命 全世界最厲害的革命就是釋迦牟尼佛 自己皇帝也不做 正式革命 是嗎 你共產黨就革人家的命 我回去開會都是革命 你們委我 我共產黨就比你更共產黨 我革自己的命 這個時候是共產黨 這個沒有共產黨 最大的資本家 是嗎 我們自己革命 我們自己革命 正式佛教徒 是嗎 自己斷食 是嗎 所以這個精神他們搞錯了 他們現在回歸了之後 共產黨好的力量好的文化他們不用 就用了共產黨最低檔的文化 華爾文化 他們拿了華爾文化 那個短見的文化 他不是變政法很短見的嗎 他就看眼前的計數 所以他們很容易裝上共產黨彈弓的 他們真的很容易裝上彈弓的 很差寵的 因為他不是變政法不夠用的 他就看了眼前的計數 所以你回歸後 你香港這幫這樣的官員 你去面對中國共產黨 你連共產黨貪汙文化的特色也不知道 你連共產黨 很簡單啊 徐興 當你面對一個省委書記 或者你下午就會面對一個省長 你怎樣說話 那個分歧在哪裏 那個思維以望 看來那個會晤的目標是嗎 當你是不同的 你回去上午見省長 下午見省委書記 他們有甚麼分別呢 當時實際權力的省委書記大了 不是講權力 省委書記 他的思維和省長不同 你這個真的要分清楚 所以他經常回到中國開會 他們經常撞板 他開會 又不猜哪個大哪個小 搞不清楚 又不知他代表政權 又代表黨部出來說話 政治文化 他又不得上一課 究竟你是代表黨部的官員 他那個談話的內容 他的精神的意念 是堅持在哪幾點 他們又不知 他作為省長 他和你的對話 要有甚麼合作 他要在哪裏堅持 哪裏可以不堅持 他又怕甚麼 你又不知 很深奧 很深奧 有些事情 他有權 又沒有兵 大陸很大陸 有些有兵 又沒有權 你看那些軍隊也是一樣的 譬如你做陸軍的政委 有兵 又沒有武器 人家前所沒有武器 管兵那班人沒有武器 你拿武器 就麻煩你找另一個部門拿 拿警員那個 給你炸槍 又沒有子彈 他就怕你搞凍亂 所以他分散了 那些事情 是 你踢來踢去的 所以你很差 很難搞 所以你現在都很麻煩 比如你來開會 你來到香港 一堆官員開會 你都不知哪個大 哪個小 是吧 你一個大較大 一個市委書 你那些人都不懂得分 軍和民 難搞 他都有一個官家 要分大小 坐位 坐位 你怎麼做錯 做錯位 人家被人揍你 現在你香港人 你是不太知道國內那種文化的 說句笑話 所有個個都撞板 有些老革命家 包括那時候 彭珍 還沒死的時候 出席一些宴會 出席宴會 有些同袍一起出席 有些宴會 坐在看電視 一看自己的樣子 就按按鈕 十一聲 十秒 這個人家 十一秒 多了十秒 打電話 罵台長 你搞什麼菜 你怎麼播放 有什麼理由 他見過我 差了一秒 我只有十秒 我最差的只有八秒 說什麼都算大小 你真的不知道 紅毯島裡面的那個架構 多差得錢 吃飽 沒有在家裡 看電視 可能我們覺得很無聊 但他完全沒有 你看他走出來的那種畫面語言 按完出來 心裡有幾多個人 誰先誰後 你想想不想 你無緣無故走近一點 你回去被人罵 你怎麼走這麼鐵 什麼時候不差 你走到總司機那裡 這麼鐵 不行啊 大哥 這些就是慈禧太后 在清朝中南海的文化 延續下來的 所以你看那些人 要看中國政壇的風氣 就要看中央電視台 看報紙 他們的鄧小平出巡 這一期 這個人走得這麼近 這個人行程高 千萬不要得罪 這個人行程高 這個人行程高 所以要猜 就是要看安排 要猜 所以中國的政治舞台 你要猜 要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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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都沒有 英國沒有 英國沒有 英國因為它成了一個很早的民主國家 它又有一個 它是軍主南建的國家 所以他們玩的 但英國玩的文化不同 阿徐 更差 黑的地方更加一樣 英國人 明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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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人的政治文化更混亂 更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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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人和美國人都很辣 人家那些 那些 不是你普通人所想的 因為共產黨 它們 一黨專政 加上我們中國的帝王文化 就亂差這樣來 又不用顧禮而廉恥 我是恐差的樣子 那你 就惡史能登 就看他的樣子 但英國老行為 慢慢辦紳士 背直插不一黨 日本真是慢慢跟你鞠躬 那些黨很肯有禮貌 那你就做黑衣 這些事情是很難玩的 你不是你普通人 那些文化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 或者普通做生的人 你看到畫面表面 你都看不到 完全不同 那好吧 那怎樣蠻米歇斯 蠻米歇斯 蠻米歇斯 真的要先大起底 叫那些人出來說話 解釋 你不要躲起來 你這樣躲起床 沒有意思 你幾十幾年的事情 發生這麼多事 你坐著頂頂在這裡 告訴大家發生什麼事 你給機會你辯護 最終極方法就是面對 你不面對 我找你面對 你把人拘捕你出來 引石出動 你解釋那些妥當 沒有事 環境因素 特首 做鑽詞 解釋 你不解釋就有罪 沒得談 十幾年來你高薪拗職 這麼大權力的手 搞到一個特使 你在哪裡負責 你看到一件事 他去到今天 整版報紙登出來 證明我們香港政府的領導人 是沒有人做事的 以前這些環境 一收到 聞到一股糯米 那些特首 叫了你的報紙 老闆上來 你來特首火 讓大哥責砍 下午茶 小 hobbies 健股 明是的 知道 沒有人 travelling 幫一些官員去攬 這些是你特首要出來的 好了 今時今日你梁振英這些 你上手爭壹拳的事有關人差事 他們現在有這樣的心態 他不知道你不去攬不去禁 你是換俗性來的 就是這樣到今晚報紙買 即是他沒有了一個好的官場文化 英國人有一個好事他怎樣都要求 當然啦 人家那個叫做政治道德 你都叫做政治的倫理 你記不記得以前有個邦版自殺生亡連開五槍 記得很清楚 那個SIP 麥洛 當時他負責一個特別調查組 針對那些人和性戀 後來爆出來他有很多資料在手 包括高官 司法界各方面 他用來威脅別人不要擦拳他 那他又把同性戀目範圍 搞到這件事複雜了 有一晚突然被人爆了 那幾次他家人在英國都是申訴 他死在報告說是自殺 自殺 自殺 一槍就爆五槍 我揹槍就在枕頭 我揹槍就揹槍了三年多 但你怎會打一槍就打人 打這裡 震到你衣服 已經全部摸下了 因為是焗音 如果你塞外自己打五槍 品刺刑 那就可能 第二票你開不了 所以這些人 你看到別人的英國文化 他夠膽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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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於自殺 那就可能 好 現在你剛才說 賣美 為何他們投赤他賣不到 因為現在政府部門 弄這些五屍十四名 這些人 那些人 藍波建造局長 很多人都會死 致亂西洋重營 今天去那些做司拉 去清潔香港人家產 抹鐵籃 你大哥 幾十萬人工啊 你做幾百萬人工 就是審的工作 這些西洋大陸民法 就是搞來香港 你做親民show 都不是這樣做 你派一堆人去 我自己仍然是做官的 我坐著小鞋子 跟著他去巡視 看你們清潔得如何 那就對 林鄭和自己下手下腳 還有高永文的小鞋子 你搞乾淨的醫院 還有搞乾淨的安务院的衛生 很差 你走到香港私營的安务院 她是拿那些 中銀金的老人中貼政府 拜委的大哥 你看夠不夠衛生 你要清潔那些 你就不需要清潔那些 自己去搞 高永文這些 你不要碰林太太去搞 因為他現在做處理特首 你不想怎樣去掃街 那些人沒有路 那些人 你可以去巡 你可以去搞 不如掃街 香港人可以和諧 你退回警察 公司沒得收 那就和諧 把警察給窮人 一間公司收成七千多萬 你知道我搞什麼公司嗎 你猜不猜到 現在政府退差響 去年那間公司 就退了九千多萬 今年由你公司退 就退七千多萬 你知道什麼公司嗎 還貿 也好嗎 人家欠那些樓不差賣 所以最差的樓收到就是他 你不要猜四哥 也不要猜李嘉誠 也不是 人家說 那些樓的樓都沒人買 他就說收租 收租 人家這麼差的樓 最差的樓是他 對吧 那你坐資不了他 昨天說那些公司不說出來 那你買他 你買他 就退了九千多萬 所以這些公司是不應該退差響的 私人可以退 所以你說你弄回廉政 執政是應該的 很頭痛 你現在臨打 但這也是好事 現在他響了警鐘 令到現任處長 白銀木卿 他都不會亂來 但是整個政府都害怕了 不知道這件事去到哪裏 怎麼賣美 你想想 他在洗衣服賣美 做賣美 做賣美就好了 你不敢想你 沒有人理會你 誰是衝將 他這個爭論拳擊案 都被查 如果政府會想賣美 那些都不是做官 官字兩個口 這個好事 做賣美 賣美最差的是俄羅斯 單單斷了你的 不讓你賣美 我問你沒有問的 你俄羅斯做的 你生日自由 你日本仔瓜瓜嘈 不方死當理是 你講一兩講 我第二招 總統站在那裏 那裏 說你 廢話跟你說 那這個是俄羅斯的特性 俄羅斯很特別的 每一件事都 你吵得兩吵 叫孫仔 炮祖 到整個歐洲 他都不理會你 所以這些人就學不到這件事 婆婆媽媽 拖拖拖拖拖拖 那裏做手 去做八爛河 你想不想 林鄭月 不知道被誰不害他 他做這樣的項目 花那麼差多錢 你整個立法會都是這樣 不知所謂 花那麼多錢 其實你跟我找數 大哥 市民找數 做不到事情 一尾就拉布 一尾就拖 拉布應該的 甚麼情況 你一拉做不到事情 你不要說 他雞國入獄不執就亂拖拖 你那裏都不講老套 大家都說 最好整個都很慘 我今晚下午還撞到黃毓品 又要拉布 不不不 我下午喝茶 我捐了錢給公聯會 下去喝茶 他和我先下去喝茶 我找你這樣 我給你叫那些油 取消那些 有一樣東西做到出來 取消那些公司 退差響 拿來給賣窮人 私人物業就召退 那些拉布就努力一點 對不對 繼續努力拉 就通知那些民主黨派 法民都要幫忙拉拉 他不拉就在打笑 就走這幫混亂 下一次就叫市民退棄他 你那些保皇黨 均嵐添下 以為佈一個局 又功能組別 又中票 很厲害 找些位置 等到消休美 玩人投票 你拉一拉一拉 那幫人就死了 那個人有病 那群小子 捱不到的 他們捱不到的 民主派也不是 捱不到 你現在整個立法會 我們很良心講 我看一看 我對這個曾育成也有些尊敬 很難頂 十個針頭坐在那裡 又不能幫他 真的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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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是人才 這些高手力 共產黨中國 共產黨養一班人 在香港養下一個曾育成 就像人養 他又沒有講錯話 他教他 你那個王國興這些垃圾 亂餐五粒就被人罵得 混蛋 最醜怪就是那個 蔣鎮的女兒 你叫什麼警察的名字 叫做袁秋 現在沒有資格做袁秋 袁秋幾秋很演技 又可以袁秋 袁秋 可以的 他可以跟范木法 不是他跟阿姨知元樂爺 七少福的師兄妹來的 你真是弄得八婆 師奶 沒有高潮 見到興奮很快 他做議員 你真是搞笑 真的 他搶了頭 就做過的事 他姐姐 小姐 就受完把 是不是 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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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有空 真的整份 怎樣改革 不可以罵 有破有罵 有做義工 有做義工 做了很多 好了 我們再問你 我們上次說 我們搬你上台 我們搞那個 夕陽雄工程 即是說 你香港 十歲以上的老鬼 如果食膽無憂委 或者三四級癌症 你就可以來報名 有什麼特色 你死一輩子不死就是一輩子 社會做回事 是的 報名夕陽雄 包括劉科萬世 叫你兒子不識字 扔個電郵給我們 你就參加夕陽雄工程 那夕陽雄工程 就在適當時間 我們出來社會 做一個和平理性非暴 什麼 叫什麼 叫和理非非 有什麼名字 叫和理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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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和理非非運動 就是夕陽雄工程 我們引用一些甘地精神 叫做一班老人家 為社會有些不公義的政策 去發聲 那就不要叫年青人 出去搞社會運動 但是如果年青人爭取 為了社會民生 爭取我們支持的 但是涉及政治的鬥爭 年青人我們不應該被他們犧牲 不應該被他們犧牲 而且他們被誤導了 我再問你一個常識 你又考試 很差的常識問你 你相不相信出來搞環保的人這麼正義 這麼差的環保組織 那裡不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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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都有經濟欠年 如果要改善 可能有工程 或者需要產品去強化 其實每一個爭議題都是錢 如果不值錢 立法會沒有人說話 那些民間 什麼環保 什麼綠色力量 什麼差事 環保組織 那些政府發展什麼差事 出來草原麻煩 有些人製造帳外給政府 協助政黨 達到沒有政治目標 肯定是 這個很清晰 我相信有小部分 有大自然的心 但有些人會被用 你很差 這麼 Medicare 不斷的 買喜多福氣家 有的 有的 有些人是真的 你沒有錢 我未合貸款 那給你買喜多福 整個小屋子 送你 不用這麼遠 觸電話的海嘯地 我們有很清晰的立場 剛才說了少部份 是有別有用心的人 它是涉及一些很有計劃的 不只是香港 全世界的全國性 有些是影響很多國家的問題 如果它這麼偉大搞環保 你先搞定那個回收電池 沒有人理會 你搞定那個張登澳堆填區 再擴展那個沒有地方 那你那些不是環保嗎 你搞定那些死人巴士改用那些不污染 現在整個香港的污染那些空氣 最厲害就是那些巴士在市場 沒有客人有一個人走過 它這件事就是那個司拉搞出來的 廖秀東我家可減 根據你的投資額來保證你賺多少錢 所以它一直擴大它的投資額 保證你站15個臂塞 你在中環你站在那裡 那些巴士停在那裡幾架 逼在一起 慢慢發出一些廢氣 大老 只有幾個人去車 坐在那裡舒服的包車 你想不污染一定是在巴士去著手的 一定要用一些環保巴士的 這些他們不用去吵 財全理這些廣東話 我們有幾個快樂 你不用去搞環保班人 我們很尊重這些小朋友 有些激情的 我會大自然 我會大自然 每個人都喜歡 沒有人不喜歡 但我會 等於你搞民主運動 表面是孤面堂亡的 但一個世界發展到 很多人利用這些名目 包裝了犯法的行為 他有很多顧問公司 他利用這些年輕人 去搞這些綠色運動的示威 做他的籌碼 實際上他在後面拿很多好處 他們不知道的 我們針對 我們不反對環保 我們反對有些人 利用環保的覓目去找好處 如果政府真的有偏差 我們一定支持的 我們不是說 你所有反對環保的人 我們都說 你壞人不是的 但要分正且 所有車工 今年張簽有幾準的 神鬼不分 你年輕人 你不懂得分的 你又沒有相說 他有背景 他喊了口號 過去很偉大 等於二十多年前 說平反六四 打倒共產黨 過去很偉大 每個人都哭 跟著他 你沒有人知道六四背景後面是怎樣的 有些事我們也不方便說 有些事我們真的不方便說 所以當年六四一完了 洩漏少少給大家聽話 大家查回舊報紙看到的 我兒子 那時每年來幾次香港 一來到 首先來我家探望 他來到我家探望 他經常在笑 我回到延安老家 去郭先生家 我就追蹤 因為逢是共產黨 他們那個年代來 很多人就巴結他 又去阿一吃鮑魚 吃美食 喝美紅酒 初初學會喝 那班人 今晚請你吃鮑魚 吃吃吃吃 你說昨晚的那個 那些更美 那些更美 那我想著想著 下午又不吃 夜晚飯我又不得閒 我說我三點鐘就得閒了 我說你每次來 你預備三點鐘通知我 我說三點鐘在家裡歡迎你 所以每次來 我做兩杯 朝觀音 太平餅乾 吃餅乾 那張桌子又貴了 我說我孫子台語的 拍張照片 登了報紙 他說我們香港 都要去個延安 吃太平餅乾 吃梳打餅 太平餅乾 這形象好像很棒 你插好報紙 那賣出來了 所以他自己回到北京 他爸爸做國家主席 來到香港 緊急的地方像延安 延安 吃餅乾 我說大哥 你不能彈我 你來找我聊天 下午餐 吃餅乾吃飯 麻煩你找大哥 聊到五點鐘 你下集 人家請吃飯 我避免我 不需要錢 又不需要應酬 是吧 不需要照命 所以他們在六四後 有一名他問我 爸爸問你 中國走你的路線 在八九年 我說很簡單 我說很簡單 我學警察普京 哪裏有很多理論講的 我們叫你老爸 怎樣派對人家去新加坡 考察就對了 我說李光耀 那裏有很多人 後裏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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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李光耀取經 我說 別人當選政 加掌制 投票都選回李光耀 這套東西 你們玩 這套東西 你們玩 你快點去學李光耀 那裏有很多人 那時候我搞出來的 那時候 他就說 楊少安我兒子 他遲些都來 說他好像搞一個 澳門回軍十五周期的 攝影比賽 他個人挺直的 他個人是好人 而且很多太子黨 他真的沒有那麼鬧哨 所以他走了很多機會 所以我們就說 中國解決了八億多農民的飯碗問題 在那個政治上 他們少做一件事 就沒有搞一個公投 就是一個政治的項目 是中國人選擇他的命運 支持一黨專政 延續20年 20年後再又搞一次公投 你可否看到他為什麼不敢走 走不到 他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人很奇怪 因為他那個帝王思想 和那個大哥任蟲 全世界沒有香港那麼差 多政黨 每個人都搞事情來做大哥 一搞這些山頭柱 就是美督我半隻 我都你半隻 因為我們的文化 不是建設性文化 在西方的基督文化 他們的鬥爭 是建設性鬥爭的 譬如我今天上來台打輸給你 徐兄 你回去操 我會問你 我的決點在哪裡 我回去看我那條帶 徐家傑的權法是這樣的 我自己哪裡呢 我會輸 但我會再問你 你又會教我 即是有這個德行 所謂的 你會教我的 又太有精神 但我不會做你這一部分 我回去就跟師傅和師兄弟說 這個暗屁 課師給他 你下次不要了 你早上你不是說 有些鳥仔吃了那個蛤蛤蛤 第二天晚上林外出場 弄一顆給家傑的香蕉 弄一顆香蕉 弄一顆香蕉 讓你腳軟 我贏了你 想這些事情 那我不再跟你打 我這個鬥爭 是破壞性鬥爭的 那變成我拿冠軍 所以我威過你 這樣死了 我和你的文化 人家那個是在鬥爭中 建設性進步的 我們的鬥爭是破壞性的 打斃個媽媽的腳 讓她撞車 撞斃個腳 下次我拿田徑比賽冠軍 他當時很威風 誰不知他死了高手才威風 所以越靜就越低 所以你看到香港人 他搞政治 就越搞死亡越低 他這個人不讓他上位 是 我有個好朋友 是男 姓張的 是霍建麗 和鄭京韓 匯豐老總 劉志傑的老師 幾兄弟搞很久的教育 在香港很文餅的搞教育 我沒有回歸後 你沒有見中年班的文教科 的局長 部長 請那位老人家 意見如何搞教育 香港政府 有沒有問過他的意見 教這麼多聰明人出來 大哥 用心良苦 以前的副教育署長 都是他的學生 鄭京韓 霍建明 劉志傑 都是張老師的學生 今年百十幾十 沒有人問他 我為什麼不問你 他們比我厲害 他又不讓你相處 你香港做情報工作的人 你中央下來的人 你香港政府做教育的人 你稍為問一問坊間 都知道這個人物 教了這麼多聰明人的學生 他真是真誠教學生 我相信非常聰明 所以你聰明人出不了位 他怕你 因為他那些拆鞋子 自經無料 就怕著有些聰明人出來 就押了他的瘋狂 佔了他的風頭 你看工研會那隻王國興 經常都不相信 就說是甄玉成 那些是吳家產 自己是無料 所以甄玉成就押了這個混蛋 是對的 王國興是對的 是吧 你想想說是無料 貼了私人大字簿 那些私人字 就寫得不是靚的人 日語繼夜夜 日語繼夜 沒有啦 你很吐了都不可以 日語繼夜 日語繼夜 我包你三分鐘收檔 給這位美女 看不到快 王國興也要寫人相 那些神規佬 日語繼夜 你繼人 是傻的 是吧 真的 他沒有人才 你厲害的人才 他共產黨不用你 好 稍後說 我們的中國文化 為何搞不到民主社會 歷來 這些帝王思想統治家 絕對不喜歡 你的朝廷的人 是條結的 其實都怕你反他 是的 所以毛澤東也要搞你分化 九咬九筆 他又搞分化容易統治 大家等你幫忙 鬥督背者鬥拆下 他不是安全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 不是那麼容易搞到 學西方的議會 所以他們說 我們不可以照抄西方那套模式 他都看到社會的 在哪裏 但他沒有說 將它公開化更加明確定例 我黨專領之下 你有那麼多黨合作 你要提高一些國內民主黨派 一些開明的人士 去平衡你地區政府的官位 給多些黨外人士去做官 社會平衡 但首先你共產黨 要扔掉那個人大代表的架構 你是獨立的 你找黨員做人大代表 誰會監察你全黨 你的黨沒有人監察死 你一定要開放傳媒 你習近平拍板來一次全國公同 拿了共產黨統治天下應秀聲 這是封口的 封口的 要背書 全世界封口 然後你要開放傳媒 給民間去搞傳媒 那部要開放的 然後你要把你的司法都要獨立 司法部放在人大代表委員會 去領導司法部 大哥我怎樣放 我是負為共產黨員 我是做法官 拘捕我反回來 是黨員拘捕的 你叫我放 不凶就是反革命 自己是反小黨 很糟糕的 你明白嗎 你一定要上方保權授權 我現在這個身份 暫時脫離共產黨 不做共產黨員 我做法官 我受你人大代表是領導的 你人大代表是獨立 是民間選出來的 不是說分餅仔 要這樣做 當然要這樣做 我們搞那麼差很久政治 我老師搞了一個國家獨立 自己做和尚 這樣就不參與政治 整個國家獨立的私藍卡 是老師大隊搞出來的 他搞完變變變動 搞完他和尚不參與 總統批了國會大樓側 哪一幅地 就被老師起了房屋 我們在加州搞很多這些政治運動 但是我們所有很有經驗 你根據你的社會不同的國情去搞的 中國有它的背景 你看立法會現在這樣 那不蝕內恐內恐 最終去到哪個最後 沒所謂的 香港人又輸得起又蝕得起 等他們各個 他拉一拉就拉到累了 一定會賣美的 我真的要吃多厲害 他搞了一下 就想到屎仔出來展布 他們有辦法的 那你一定要逼政府 因為財政司的報告 有些地方是很不堪的 你沒有理由退差 你那些對七千多萬的公司 有些是對千多萬 有些是對幾百萬窮 人們沒有錢 這個全世界講不通的 今天多謝徐先生 我們的《雙響砲》第一集 我下集有答客問的 下次再繼續 好了 有什麼問題 有些人問問題 Amanda 有網友問 為何印度這麼誠心信教的國家 但也會有這麼多不人道的事件發生呢 陳家傑你答 你現在差一點 這真是複雜 又強姦又非禮 中間又 很明顯 這個國家社會裏面 有很多怨氣 人們一動就爆發 對於女性的看法 我都想不到 印度竟然是這麼極端的 竟然可以去到這麼盡 它傳統是虔誠國家 但有些人可能真的入了一個死角 是跟她的信仰脫離了 不是你正常人 怎會做出這樣的事 強姦又殺了這種小女孩 又不是自己 又不是什麼古人精怪的人 沒有正常人是做 不會這麼做 那肯定他們是整個思維 和人的所謂道德觀 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我再加問你一個問題 比較深惡一點 釋迦牟尼佛在印度畜生 一個地方出一個這樣的偉人 應該人結地靈才有 出到這樣的偉人 為何惡家搞得這麼亂俊 有什麼理由呢 他有個時間佛教給人 差不多滅教 後來才復甦 證明人始終是人 雖然佛祖的理論是這麼好 和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但是歷史會變 時代會變 變得剛剛就是那個 學里華解是國雲 或者宗教本身是一個命運的人 這是可能天移的 會受到一些衝擊或者挫折 這是很難避免的 沒有一個宗教是另行的 人類歷史內 都是一路生的出 舊的滅 起起落落 這是避免的 這是人的因素 這是很秘密的原因 聖家迷法 耶穌在耶路撒冷出世 這個地方又出了一個聖人 為何惡家嬸搞二千年 打到混蛋 還在爭論 打著 有什麼理由呢 正如宗教本身是有個地方不完善的 不可能是有完善的 宗教居間有個眼光 同一個教的分禮 讓他們知道出來 這個就是人的問題 又不是教的問題 你有人就有問題了 好了 武漢密德 武漢密德 出世的地方 又是出了一個聖人 有一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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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些不是宗教問題 是人的問題 人永遠有問題 沒有人就沒有問題 有人就有問題 這三個人都受了二三千年內 世間人對他尊重 好像有這麼大的福氣 死了二三千年的人 什麼總統都沒有人那麼專養他 但我可以享受到這麼大福氣的人 在這個地方引辱了這個人物出來 為何令到他引辱那個地方的人 會這麼堪愛 這個很大秘密 我都保留不說 你們慢慢想 我當然知道了 但非常秘密 這是不說的 但亦有一個問題 給大家思考 是非常非常深奧的 這個叫莊嚴法界的秘密 叫秘密莊嚴法界 是等流生說法的境界 非常秘密 所以回答你普通一點的世間問題 為何印度的人這麼多拜神拜佛 這麼多暴行 它這個是等流生說法 即是告訴你人世間 人和修是沒有分別的 人性它有很醜惡一面 人性的醜惡一面 不是說如果你再沒有宗教 你怎麼搞 有這麼強大的宗教 你嚇制不到 所以它要很極強的法律 以及要極強很厲害的管理 所以當年我們中國是較為好的 在孔夫子之後 走那個禮二年子 所以我們在中國歷代 當然也有很多很腐敗 就算你太平天國 殺得人最多 那個前代 但在歷代來說 中國人來說 都是尊重 在人論 在社會 禮教都強的 因為我們人本身就是野獸的 到你沒有法律制衡 那一刻 踢開了這個道德 那個氛圍 那個氣氛時間 你又不亂來的 人是有一半是受盛 現在人也是受環境支配的 曾經是一個做得好的女記者 在香港 他不知不耗正 他說我很顧教 如果我全家無法認識 入了非常時期 我第一個做雞 他大學生想到他 他也聰明 大哥 有錢收養 我一個做雞可以選客 他做雞不是說 逼你應酬誰 不是歧視的 不是歧視 你搞錯 他是生計 不是生計 在古代 妓女是很差高身份的 他可以 吹打彈唱 可以見皇宮大臣 大哥 你這麼容易做 你這麼容易做 哇 真是難的 小生的那些靈技 你做 你做 我這些大陸計劫 他不是做計劫 斷田計 有些是斷串計 有些是斷鋪計 有些是斷下計 是專家 是嗎 大哥 我當然是專家 走馬頭做多少工作 我們做些工作 親歷其境 大哥 所以這些世界 就說 在世界陰暗面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你才能夠解決問題 不是說 找一把口 政治黑暗 什麼黑暗 有些是他很多背後 很多陰影 在世界 你看他 最近審案的那個 麥齊 麥光 那個 電線監柳那個 他說 工務員最容易欺負你這件事 因為他們做工務員 一般懂法律 一般都讀過 然後這些人就會想 法律當然是放在文件上 他說他就利用一份 表面合法的文字的文件 去包裝一個非法的行為 你不拿出來照費 你是不知道的 後面還有一些事情 因為那時八十年代 我是公務員 那時政府是奮身推幾個 不同樣版的套餐 給公務員賣樓的 那你不叫你犯法 大哥 你想你屁股 很容易 公務員很多人看他 完全是說到事 買家的房子 安心點 小孩的下台有樓 因為那些 推出來的包裝 借錢給你 就行 如知的長逢 就行 有三四個款 很棒 對軍心也好 對市民也好 這些就是英國人的政治智慧 很厲害 你作本就扣住你 你不作聲 等於你開一間有限公司 兩元實收資金 賣一間有限公司 兩元資本而已 對不對 兩個股東 做董事人一元 印卡片還未成功 實收資本兩元 是不是 每股一元而已 你查一查 查一查街檸 信火那些 你搭車去 是不是 為什麼呢 就是英國人的政治智慧 我留了一手 你正式做生意 它是不理你的 那你當然有古靈精怪的 那便移動你 CCB移動你 稅局移動你 就拿去照廢 等於做這麼多套餐 給你 那些年輕人拿 你撿到 你撿到 它是不出聲的 放在這裏 到時候 到時候 照一照你廢 便收工 這些人 是一個佈局 有什麼問題 好 另一條問題就是 有關耶穌深咒的內容 究竟有什麼 這些是沒有人認識的 耶穌深咒 他有菩薩 是菩薩咒 天間有大悲咒 釋加羅里佛 有釋加羅里佛 我自己作了釋加羅里佛 釋加羅里佛心咒 耶穌有深咒 就是沒有聽過 你當然少聽到 應該有的 耶穌深咒 不是應該有 首先你知道什麼叫咒 咒的來源 你不明白咒的來源 你不能搞的 你應該整個徐家傑深咒 因為這些凡是咒 就是給你自己精神力量 你再高層次就是辟邪護身 基本是這樣 但是有些魔咒就是咒人家 那些是龐左道 整個來自魔 整個來自靜 這就是見人見智的 那盆咒沒有 通常佛家咒就比較正氣 沒有的 但因為有很多未做和尚 那些人說而已 那些人說而已 全有的 因為我也見過 宇宙的真理沒有正邪 宇宙的真理是少常這樣走的 等於我們告訴你 宇宙所有的物件 沒有價錢的 昨晚有個律師仔 特意請我吃飯 這個都挺聰明的 我一說話 它反應都挺好 我整個世界沒有一件事 告訴你值多少錢 誰說呢 我這一點值多少錢 所以你的價錢是你的人 搞出來的 所以我們搞到那些水 可以賣成二百元 你這一支 沒有普遍 沒有普遍 再炒一炒 貴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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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賣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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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拿這些凡陰就編一個走出來 他不是抱傳給人 他很秘密地給一些禁身的弟子 因為他有些人最難在哪裏 他不懂字 以前很多人都沒有書讀的 反正沒有引測術 扣凡陰 是吧 看不到聖經的 你別以為過一本聖經 你一富貴你哪裏 好緊張 我說有些人不懂字 你不懂得搞什麼東西 叫念什麼經好 我弄個咒你來 你就贏了 那就簡單了 我也有個咒 我有個咒 但我一個咒是我發明的 我自己有個咒 我很少傳出去 我去到南亞洲的國家地方 那些人真的不懂字 我去唸這個咒 我說你唸這個咒 那咒是我的尊重的咒 他唸到你 這是一個工具來的 我們啟動方程式 但它有一個基本條件 即是如果你想做一個咒出來 你要拿你的相片 或者你的一藥物件 你可以給超過一萬個人在手 收藏你的 即是徐家健拍張照 派了有萬多張出街 有人放在家裏收藏就可以了 那你們就可以加個咒下去 它的力就是在這裏 不然你剛好想去到廁所 去哪個警察 不能唸美國咒 所以它是一個基本條件 那個咒是人製造出來的 所以你唸什麼咒都無所謂 它用咒的功能 就要來鎖身 就是涉神的 鎖身的 它有這個特別功能 其他咒術怎樣用呢 就另外一回事了 有什麼問題 你問東方文藝復興運動是什麼呢 自己上去看看 什麼叫做歐洲文藝復興運動 當年搞歐洲文藝復興運動 背後功能是什麼 叫問你自己人 你跟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有什麼分別 因為亞洲這麼多年來 這麼多文化沒有經過重整 如果你要跟歐洲競爭 如果你的文化不重整 還是這麼落後的思維 你一定會被那些歐美國家 拖著你亞洲人走 又沒有科技發展 又沒有人才 又沒有文學作品 沒有文化 對嗎 對嗎 所以 就算你搞葛仔業 他都還要攬著個神功 百幾二百人在拜下 那你就要搞歐洲文藝復興運動 還有什麼問題 還有一條問題 有網友問 他想做事但是心力不夠 那有什麼辦法 有沒有處方 先賺錢 先賺錢 沒有錢一輩子就沒有心力了 你也沒有力 沒有默測世界世界 我們現在香港是金錢世界 所以他要先賺錢 如果你在中國大陸 你要先賺權力 你何來有力 你香港人 如果你問個問題 你香港人 你一定要先賺錢 好 你沒有錢 就什麼力 都沒有 說話小聲一點 阿蛇沒有錢 都不敢用錢 要靠人 要到處敲門 要到處見影響 要到處見影響 到處拍卡片 握握手 到處招搖過市 所以你一定要先賺錢 所以你賺錢 首先要付出時間 要學好技能 要裝不懂事 如果你裝不懂事 誰說話給你聽 但是他說心力是想尋求你 給你一條方 就是賺錢 或者是怎樣能夠 令個人素質提升 不然間賺錢 你賺錢 賺錢 你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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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些年輕人不肯吃批 你都沒有這個力 你沒有肯吃虧的力 你已經是不能講心力 同樣會計算表面數 所以香港為什麼現在年輕人 他難說蠟燭呢 他是醒目補腦 會計算 甚麼都說不公平 會計算 一上去見工 他說勞工法例 你還差一個老闆 我還沒上班 就問你多少假期 怎樣算算數 怎樣補水 人都會瘋 怎樣有心力 學士忌六七十年代 我們打工的年代 哪有計算的 做不做都 不要走過來 現在要進步 你兒子跟你這樣說 就麻煩了 但意識要變 因為你老爸那時候沒有錢 現在你兒子老爸有錢 他以為有錢才死 從我們那裏是不公道的 社會都是前進的 要他受苦 但無論甚麼社會 你都在逆境才能成長 人很少天三強 你沒有逆境 你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所以越多困難 你就不能逃避 你會看到困難的背後 拼命去思維的話 你一解決一片困難 你再遇到其他問題 你就加強了自己的功力 我相信這個社會教育 和父母教育重要 我們遇到多少難題 遇到很多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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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不到的問題都有 想出來說出來有些匪夷所思 深奧的 人生是一種挑戰 你可以當作玩就可以了 沒有帶來又沒有輸的 沒有東西怕的 沒有東西輸的 我儘量解決解決就解決到 解決不猜到的 那就是天氣的事 上帝的事 那你沒事的 輸就輸的 最重要是你自己 是對自己交代的 我真的努力過 真是努力過 但千萬不要進了盲點 現在很多人進了盲點 等於我們講完 那些歐美大學 現在有些網友幫忙 鋪了去那些歐美大學 讀那些銜售課程很便宜的 哈佛華山理工 每年學費幾百元 上網讀 你都可以再讀 有學分給的 有證書給的 沒有啊 你時間你欣出來的 你要求一件事 你便會爭取的 即是你先保持你的爭取 尚盡的能力 你的生力便會來 沒有去羨慕人 或者去妒忌人 別人成功 你不要掌揚 別人好彩 別人好彩 別人生血生汗 大哥 拿了冠軍回來 因為香港人 在這個缺乏的動力 還有你不要看低自己 世界六十幾億人 每一個人都有他獨特公民 你永遠都知道 我是可以的 先得住 不要洩氣 今天多謝徐大傑兄 和我們開展的一個節目 叫雙響炮 好了 如果以後 我們見到世間有些什麼事事 有些不平的事 我和徐兄都會出來 再開第二拍 又是叫雙響炮 再見 再見